月球表面上,男人驾着月球车在环形山间疯狂飘移,朝地球画出巨大的宗旨,随后他扯下一片巨大帆布,露出自己的豪华基地。 你以为男人是来养老的,并不,他是来躲债的。 男人在两年前跟恶魔签订了协议,时间一到他就得主动下地狱,但现在男人忽然想耍赖,活着他难道不想吗? 为了躲避追杀,他逃来月球,打算飘飘车,喝喝茶,过小日子,可这天刚飘完车,一艘红黑色战机在月球上空出现。 哦吼,恶魔来了,男人面露蛋腾之色,只见一个史上装扮的小姐姐,连宇航服都没穿就走了进来。 他是恶魔使者,由于恶魔本人太忙,他来代替恶魔收魂,男人松了口气,看样子跟使者是老相识,他发动撩妹技能,又是给别人倒茶,又是说些肉麻话。 使者看出他想拖延时间,拧住他的脖子吓唬他,让他不要耍诡计,说完使者品了口茶,调侃男人放的毒药不错,男人见耍狗失败,立马又心生一气,他溜出仓室,冷不丁地把使者关在房间。 他表示这个墙是太做的,并且镶了银,地狱的人无法触碰,使者有点不高兴,你这人怎么不讲诚信呢? 男人开始扯淡,因为地球和月球自转速度不同,地球上的一个月相当于月球一天。 按照这个算法,男人大线还没有到,说完他开始给使者放音乐,使者火了,他在摄像头前鬼畜起来,看起来是在发工,很快基地摇晃起来,男人赶紧穿戴好宇航服,从基地跑了出去。 在穿过一个红色警戒点后,他按下手中一个按钮,砰的一声地动山摇,整个基地被炸上了天。 看来男人是早有准备,他来到恶魔战机前,最后凝望了一眼地球,就起飞离开了。 恶魔使者被男人阴了一波,虽然没被炸死,但他很失不爽。 使者回到地狱总部,想再要一辆战机追杀,可恶魔本尊完全不慌。 他早就料到使者会失手,故意没往战机里多加燃料,因此飞不了多远,男人自个儿就会死翘翘。 另一边,男人一经驾驶战机跑到了土星,他驾着飞船在星环上低空飘移,正感叹着地狱的操作系统好用时,忽然熄火了。 飞船栽在了星环之中,男人咒骂着,这时大屏幕上显示要补充燃料。 男人一看有点好玩,原来恶魔战机的加油方式跟普通战机不同,他需要靠犯罪产生的罪恶来充能。 男人有点犯难,这整个飞船就我一个人咋犯罪呀? 于是他开始骂脏话,可脏话的罪恶等级是最低的,所加入的能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 很快,男人被动得浑身发抖,远在地球的恶魔在电脑上看到心里乐开了花。 他打开3D投影仪,面对面调侃男人,男人表示自己只是一切凡夫,输给恶魔也没啥丢人的。 说吧,他伸出手想与恶魔握手,可恶魔调皮得很,伸出手后又不肯握。 男人假装不高兴,转身自己玩电脑去了,但忽然间投影失去了连接,恶魔感觉有点不妙。 平影觉得被男人耍了,他派使者前去查看,使者很高兴。 他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,带了一堆精致小刀具,驾着五角星飞船就出发了。 男人快要被冻死了,只要他一死,恶魔就能收掉他的魂魄,把他打入九层地狱,为此男人精心做了一个计划。 正准备实行,使者就驾驶飞船赶来了,他打开舱门向战机飞去,而男人也穿着宇航服飞了出来。 使者很奇怪,你跑出来干嘛?男人表示自己愿意向他投降,作为宇宙中一个渺小的生命,能够在土星的这般美景,在这样的美女前死去,男人此生无憾了。 说完他竟然摘下头盔,想要自尽,可把使者都看懵了,很快男人凉了,使者准备把他的魂魄收掉。 可奇怪的是,地狱总部的恶魔电脑上,男人的灵魂界面竟然显示出返回身体几次,只见男人宇航服上的绳子迅速回收,把他拽进了机舱内。 男人猛地醒来,他复活了。 原来在早前跟恶魔的握手中,男人故意偷瞄到恶魔桌上的系统密码,他假装生气玩电脑,其实是偷偷用密码进入地狱电脑系统。 他篡改了自己的灵魂数据,使自己能够复活。 如此一来,他刚才的一切都是在演戏,就连收索回收的时间都是恰好的。 而与此同时,由于自杀在宗教观念中属于重罪,战机的燃料瞬间被加满。 男人猛地启动飞船,喷射而来的陨石砸烂了使者飞船。 另一边地狱总部的恶魔接到手下电话,您的账号在土星异地登陆,恶魔懵了,好家伙给摆了一道。 他迅速查看电脑,结果密码已经被男人改了,男人还发了个鬼畜视频嘲讽他。 这样一来,恶魔彻底丧失了地狱的掌控权。 他气得大叫,绿烈的声波震碎了玻璃,甚至传到一里之外的土星。 而由于是恶魔的叫声,飞船又加了一次游,男人微微一笑,猛地加速逃离。 而仓外的使者还牢牢地趴在战机上,多么滑稽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两部短片叫做《月球追捕》和《土星追杀》。 欢迎关注《科幻战舰》,我们下期再见。